Hello 我叫ShayShayBuzz Living Pan 你在看的是Toys TV 玩具TV第27季第4集 監製人可否先說 不要說第幾季 直接說第幾集更好些 更好些 下個星期說一說 我們其實做了第幾集 可能是1900多集 等下沒問題交給你 我們起碼都叫輝煌地究竟 你Teddyboy都2285集大結局 起碼可以up到 好 回來了 我預料了沒什麼人玩 但我最喜歡介紹這些 要介紹的 聖戰士 這隻都夠姜出 真的好奇怪 Bandai好像 打算出了整個系列 他這隻都粗俗 我覺得另外那八九隻應該走不了 因為如果大家 可能都 如果大家差不多年紀 聖戰士大家都知道 聖戰士的羅伯雲 其實已經出了TV版 出了出冤語的插圖版 好厲害 另外還有兩隻是屬於OVA版 其實有三個 某程度上OVA版都是來自插圖版 例如雪白 還有這個 我還沒買便宜 那隻很貴 瑟華師 還說是瑟宏士 其他那些哪會用擔心 是不是 但它的造型是驚艷 因為每隻都差不多是瘦的 而且那時候真的是彈省 但你來到這個Alpha Fantasium 其實這部機是一企檔千的級數 它是連這個液霸的量產都可以挑戰 它的資料都知道在哪裏拿回來 我在背後寫明一企檔千之強化的 當然了,Box Art是過癮的 會見到有四部Gatram 在這個拜士頓冤動中的豪芝 以這個高強度的裝甲來出名的Alpha Battler 機動性來說,亦因為有強勁的背翼 是可以把它補完的 嘩,厲害 這款在TV版系列是兩種顏色的 是 一個主要角色的配色 紅藍和豬仔冰的全紅 沒錯 現在這款是全紅的 是,證明也算是有部譜 當然了 這件配件是非常少的 因為它連拳頭也節省 這次我轉一個圈給大家看 坦白說,整件的膠感 我覺得都不弱 但它的質地不是很滑 它的質地有些類似磨砂 對,令面反光 你會看到一點點在上面 其實在表面處理是做過的 因為你看到手臂的甲是光滑的 而這個背甲是有些少許質感 駕駛艙是亮的 駕駛艙值得一讚 不過我轉一個圈給大家看大致上 Gradram的造型 要多謝Ricky Tam 好,多謝Ricky 當然 它的駕駛艙是半透明之餘 是可以揭開的 它這個算是半透明 但也看不到 是,半透明的 我們再近一點看看 對 我看到你的手指拍的 這個件是零零細細不同 因為在原裝的插圖 沒有分別 這個就是插圖 其實它的資料只有一張圖 對 它都可以將這個3D發展來吸引 它的駕駛的感覺很強 當然了 就設定來說 它的裝甲是比一般的Arabattola 多強三倍的 看壞樣子都像 感覺上這次製作很實際 是 它的背包這麼厚 但是暫時都好像站在這裏 就很穩固 而且我想說 它這個系列 任何的背部都很大隻 都沒有這個駝背的問題 除了 雖說是 嗯 很誇張地回答你 除了雖說是 TV版那隻還是 兩隻都是 因為那兩隻超級誇張 但是TV版那隻 站都站不穩 是 完全站不穩 很慘 但是現在那隻隻 這幾年玩具都有進步的 對 關節實際 這兩年來講 如果還能出現那種 站都站不穩 那種質地 真的會被人罵死 對 真是吃屎 坦白說 好了 真是玩一隻東西了 有幾多人會買呢 哈哈 是小的 是小的 頭 它只可以做到這個 縮低 和高 不要想 不要左右 咦 先看一看 有 其實這個我不可以叫左右 真的叫左右 不是頸子動的左右 是整個另側的 即是印度人說對 對 沒錯 算是這樣的 真的上下左右 我要形容的話 另外 背脊先玩 你會看到 本身其實 它有它的 專屬武器劍 和這個 劉昇鎚 或者我現在先拆掉它 方便介紹 聖戰士有劉昇鎚 我也是第一次見 這真是真厲害 第一次見 是這麼簡單 當然 背甲是可以開到 超過90度 後面大家就看到 耳熟能牆的背翼 它的背甲 後面有骨頭 很瘋 很瘋 這些設計真的沒問題 對 不過其實有少少花 頂你的按鈕 少少一定有 有師兄說要舊花 喂 聰明 有師兄說要舊花 深鮮加工 好 真的需要 另外 它這次的背脊翼 與其他聖戰士有分別 就是它是上面 這一組灰色的 是啪下去 所以變得多了一個 向橫動的 關節 這樣穩定很多 也有微量的上下 因為其實透明翼 通常都是一個小波 沒錯 就這樣放進去 一個實位就算了 你稍微動得多一點 它就會跌下來 是 所以變成今次的可動性 特別是對翼來說 是多了很多 這個厲害 好了 玩回前面 有師兄說 GP04條腰都出事 鬆 那一隻又不算很大問題 上次其實我也介紹過 好了 肩膀有什麼玩呢 在這個肩膀頂 有一個柱身的波階 令到它的肩甲可以活動治愈 如果我這樣看 你就可以看回 本身這個肩膀位 其實在這個可動性來說 是去到哪裡 正 90度 另外當然是向前當然沒有問題 上碑 大家其實玩慣任何機械人 九成都在這個位置做一個橫切 至於前臂方面 你會見到在前面這個紅色的甲 是有可動的 它就方便你動的時候 有時候如果你要動一個爪 你一塊甲就向上動 不過其實我 我查得出來 我看一看 已經不對勁了 開 就是這樣 你會見到這個 碗的關節構造 那如果我裝上去的話 它的可動性是 差了多少 師兄說是強直裝甲 人種隊長 那甲蟲和蟹 我又覺得是兩種不同的生物 你覺得這隻是甲蟲嗎 這個是蟹 這個是蟹 OK 那甲蟲 是甲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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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很熱 不是,它說是強直裝甲 強直裝甲 對 超瘦化兵 五人種首領 是甲蟲 就是這個甲蟲 Derek說肯定過800 我沒有訂了 不知哪裡找到 手甲 你不用擔心 這些蟹鉗 怎麼動都可以 我們很爽 但是它能否拿到那些兵器呢 一會兒介紹 我知道是有假狗的 很棒 因為它不是第一次這樣做 對 但是你老實說 你要用蟹鉗來拿東西 這個已經是 幾違反這個 這個 原則的了 好 好 跟著 刀曉玉的 這兩隻小牙子 死了嗎 好人啊 慘了 玩牙面都可以 腰 我猜 打側看 不知道拍不拍到 你會看到 其實它的腰關節 都很清晰 腰和胸 還要分了兩節 上半身 腰中間一節 再下去協位 所以變成 雖然他的腰 這麼肥大 也有一定的可動性 還有這個位置是Ball Join 所以變成 左右 前後 都會兼顧到的 我不敢說 因為動得很厲害 但是絕對夠你玩 又爪 Derek真是說出了我心聲 什麼 我心據他還給了駕駛員 是啊 你要買 從日一到現在 都沒有駕駛員 有 你要買那些什麼 對 我買了 我告訴你 恭喜我 我買了 Front是嗎 Ball Rock Ball Rock Ball Rock 哦 之後出的那部 好像蜻蜓一樣 漂亮 好 看看他的腰關節 雖然肥大 但是絕對不說笑 有師兄說 像激甲送世紀的敵人 是有點像的 都是80年代的複 原來你易關節也行 是嗎 是啊 他這個複度很誇 哇 還沒買很辛苦 來 玩一下腳趾 原來膠紙還沒拆 哇 好 有師兄說 不知道會不會出一隻複雜 看看腳板底 他黑騎士出了再說 你別說 其實複雜的比例是可以出的 因為聖戰士的複雜不是很大隻 對 像艇一樣的比例 是 他應該能放進兩個機械人 這個我就不太記得 腳趾 腳趾 後鎮不能動 我真的沒想過這個波 哇 大哥 腳板很久 他這隻腳趾多長 啊 Peter 當然其實如果用回聖戰士系列的腳掌 來說 他少了東西玩 是 其他腳趾每一隻都可以動 那隻不是嗎 後鎮不能動 後鎮不能動 輸了這裡 但是你跟其他比 你瘋了 可能他贏了穩定性 因為後鎮那麼肥 我看看他的穩定性去到哪裏 雖然 他這個腳掌這麼大 都挺好 我最喜歡這樣試 Peter Chan說 這隻是為了蟹肩不進 就說 Dub Dub Yung 會不會出了一隻複雜 我真的沒想過 但現在你這樣說 我也期望 就是TV版的複雜 如果出了一隻複雜 其實如果出了一隻複雜 那也是這麼大隻複雜 BANDAI不是做不出 你還想怎樣 老實說 還想怎樣 我現在找不到現貨 上網KAROSER看看 KAROSER貴很多 先看看 那句 好了 繼續剛才說的 MIMI的謎團 怎樣鎮武器 怎樣鎮流星材 根本就是一隻魔蟹 你拿什麼武器 這些怎麼辦 不是吧 一定出事 好了 好 他會給你一粒 我就是這粒 這樣的東西 小假狗 對了 你需要做事就是 怎樣套進去 我先看看說明書 說明書 也不用了 先想想想 要拔這個嗎 我先想想 你不拔這個 我又怎樣插這個 我又怎樣插這個 哦 頂眼 你看看說明書 有點奇怪 這個應該不拔的 真的 不是 後面 這裡 我真的要拔這個 拿去流星材玩玩 我先看看 他之前那隻 其實我先看看 他之前有需要假狗 也應該是這隻 TV版的 這隻 但就不用拔背包的背景 好 好了 流星材 問你死了嗎 挺有惡霸的氣勢 通常都是惡霸才會有流星材 先收拾好一點點的姿勢 既然也只是 在這些動畫中 通常都是肥肥的 就是肥肥的角色 就會拿流星材 是 如果我沒有記錯 伏魔三拳合那個 加布拉 加貝拉 加貝拉 是 他也是拿流星材 Derek 說Blue Tap 不是啦 別人有配件的 嘩 又是單腳拿流星材 單腳拿流星材 你說整隻東西的質素來說 真的沒什麼問題 唯一就是 我自己就希望 他會再啞色一點 這個背表面的處理 是 現在這個 可能他想做一個類似蟹殼 真的 就是有些珍珠色的 是 他是故意這樣做 也是一個選項 是 但是噴燒光油可以嗎 可以試一下 可以試一下 我也值得一試 可以試一下 或者可以 不過他這個珍珠色 還有我們這套射燈很厲害 這套射燈很厲害 所以就更顯得 它是有飯 不過很多師傅都看到 說很漂亮 說有陷淚給錢 真的很漂亮 哪有現貨 好 好 不喜歡聖戰士的可以試一下 喜歡機械人的 你也應該要買 喜歡聖戰士的 你不可以不入手 這就是我的留言了 稍後見 稍後見 好 好